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我想看一本书 大家能推荐一些比较有趣的 或者说比较有名的书吗 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这本书呢 应该都是在前列 但是我相信啊 可能看下去的人比较少 像我推荐这本书 其实我也是看了大概四遍 第四遍的时候 才整个把这本书看完 前面也是就翻了十几页 就翻不下去了 一来是别人推荐 就是有点抵触心理嘛 二来是一听说是大名著 这么厚 这么长 然后里面的人名都很难记 当时看的头都大了 就很难读进去 但实际上今天推荐这本书的目的 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本书确实非常有趣 它不是像大家想象中 它是一本什么传记 讲一个人的一生 或者是你听这个《百年孤独》 特别丧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它是一个 现实魔幻主义的故事 特别的有意思 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吧 这个故事我可能有点忘了 我先看一遍啊 好 大概回忆起来了 它讲的是一个家族的 从初见到兴盛 再到衰亡的一个过程 所以叫《百年孤独》嘛 讲的是这一个家族的成长史 它这个祖父啊 最开始带着一帮兄弟 来到一个破地儿 开始这个创建 创建了一个城市 然后呢 他们这个生了四个孩子 大儿子呢 就底下辈儿大 属于那种特别强壮的那种猛男 二儿子呢 后来当了军官 平时啊 喜欢搞一些小发明 就像说他自己做一个小金鱼 一扔 那金鱼能飞 是个特别魔幻主义 这根本就不像 你想象中的这个《百年孤独》这样 他们家还有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另外一个是空降的 就是说亲戚家的 就往他们家一放 就你们家收养一下吧 就收养了 这俩女儿呢 都喜欢同一个男的 他们还搞了那三角恋 那个小女儿呢 平时就喜欢吃土 一忧郁就吃土 哎呀难受 大女儿呢 还平时这个阻碍 他们这个婚姻 反正就特别有意思 属于那种魔幻的 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而且呢 他们这个家族 特别有意思 如果大家搜索 《百年孤独》 看他们家那个祖谱 就会发现 哇特别的诡异 就他们家那个孙子辈啊 起名有可能是就是 跟父亲的名字完全一样 或者说跟那个祖父的名字完全一样 基本名字都是相同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故事和命运呢 都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刚才说那个二儿子 他后来不当军官吗 军官就特别有名 所以说很多女的都过来找他 说给我生个孩子吧 你这么有名 你生的孩子肯定强壮 他一共生了17个孩子 17个孩子 中间都有这个灰色十字 就跟那中国二郎神似的 都有灰色十字 虽然说后来一下全挂了 这大家应该自己去看 反正就特别离奇的一个故事 但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这个祖父呢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他这个作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觉得他可能是 故意的是想把这个 人物的宿命写出来 就是他这个假如说名字相同的 不管是祖辈还是孙子辈的 他们的这个命运都大致一样 为什么这本书叫百年孤独呢 其实就讲的是 每一个人 他这个一生是怎么过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 对于事情的看法 所以他们可能 处理事情的这个态度 别人可能无法理解 对于他们本人来讲 就是孤独的 这本书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非常著名的名言 我给大家找一下 还是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这句话 他说 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 过去都是假的 回忆没有归路 春天总是一去不凡 最疯狂之拙的爱情 也终究是过眼云烟 基本上就把这个人的一生 大概就讲了一下 非常深刻 虽然说我讲的比较俏皮 我过去又有直播 就讲过这本书 挺有意思 这第一位卡呢 就是有问题 你知道脑子有问题 就吃土 难受时就吃土 八强就拿那个手指头抠墙 抠缝子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路过 反而这本书呢 确实是故事比较精彩 希望大家能够看进去 等你真正看进去了 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看这本书的话 最好是在一周 或者两周之内看完 不然这个名字 真的是很难记住 你后来往后一翻 这谁啊 你就完全想不起来 还得翻那个族谱去 不过我看这本书的话 我就没按它这个名字记 我都是按什么 这个什么 儿子A 儿子B 孙子A 孙子B 这样记的 这样的话 反而比较好容易看进去 这可能是我看书的一点 小心得 但是怎么讲呢 百年孤独这本书呢 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 因为大家都属于 可能二三十岁这个年纪 对于未来 对吧 还都是未知和恐惧着 看一下百年孤独 看一下这个别的人 他这一生怎么过的 可能对于大家 对于未来的规划来讲 都是我一定帮助的 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当初参加 最央大脑的时候也是 就当时刚参加完 最央大脑 我就觉得 哎呦 我这个能力太差了 我得赶紧补习 就好好地又看书 学习了一阵子 我觉得这样是 其实特别好的 像我们大家平时 每天工作 学习辛苦了 晚上回到家 如果说能拿一本书 看一看 休息 养生一下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也不一定说 非看百年孤独这本书 比方说 有些推理小说 或者故事性比较强的 大家只要是 看一看书 我觉得对于大家的 日常生活来讲 都是一种放松 都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就是我大概推荐的 这本百年孤独 希望大家喜欢 好 听我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有 想分享的文字 和想推荐的书籍 那么大家可以参加 由我发起的 但是还有书籍 想读就读的 B站活动 在这里呢 我也要提前预告一下 由B站出品 胡歌配音的 五级人文纪录片 但是还有书籍 12月11号 就要在 比利比利 独家上线了 我刚讲的百年孤独呢 也会在节目中出现 到时候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追剧看书